大家觉得在这一季里面 我们有多少 很团魂 很热血的时刻 团魂啊 好 那我先说一个吧 博老师说一个 那肯定得是 第五个名词里面 什么 叫做引火向上 那不是你最擅长的环节吗 好 三 二 一 你用这么的 不是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你的身体重心往前 你不要往后仰 这样 对 来 试一下 三 二 一 走 这就可以了 那个环节我当时觉得 每刻甚至以后你是卧底 那一趴 这时候我要为菩提醒鼓一个掌 我敬你一杯吧 哥 我敬你一杯 我敬菩提醒一杯 你别敬我 你们火树敬我一杯 来 我们敬菩提醒一杯 我敬菩提醒一杯 那个地方真的敬菩提醒一杯 第三季里面有一个地方是 敬菩提醒一杯 拉我过去 我觉得和第四季比起来 第三季那种根本就不是事 对 那个银翔翔翔把我拉上去 我自己 我太难了 真的 等一下 那为什么到最后 你手还是没劲的呢 那我也很费力啊 根本就不是事 我觉得其实 上一期那个跟第三季的比 其实不算什么 是吗 你觉得第三季比较难是吗 对 因为怎么讲 这个引力相当的环节啊 它有那个卡槽是卡住的 所以你只要上去了 你就不会上 第三季我往前走 把胡老老师往我这边拉 胡老师给我把我拉回来 你还在这边拉回来 我还在这边拉回来 我还在这边拉回来 所以这次的机关 还用心的防备了这样的 其实不能往下走 对 不能往下 不是 可能是有了前车之间以后 后面还是会继续改良 你说节目组为了 你用了多少心啊 进步节目组一杯吗 那个地方确实是很困难 真的 那你其实觉得 团魂燃烧的时刻在哪呢